当空中飞人吊三公斤?孙芸芸,没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。 Coach Spring Party昨晚登场,盛大庆祝Coach与Kids Haring联名系列上市。 现场嘉宾的通关蜜语竟是没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,包括已经很鲜瘦的威风广场董娘孙芸芸因为近期当空中飞人,体重掉了三公斤,瘦到45公斤的她开心说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。 同样讲出这句话的则是刘亦豪,在花莲拍戏的她飙胖5公斤,体重已达71公斤,她看着自己变形的腹肌感叹,想不到自己也有这一天。 孙芸芸,孙芸芸,近期往返澳洲,纽约,米兰,台湾,香港等地,忙到受了她透露,是全身都瘦窝,这样穿衣服很舒服,之前都靠永遮的,现在不用了。 问她腰围有多细,她急忙说,腰带怎么样,她还是粗,我就是个没腰的人。 因为排袭在花莲插秧的刘亦豪,套路虽然有运动,但是仍然变跑,其实腹肌还在,但就是觉得多了一圈,感觉有一块的形状已经不一样了,可能还是得练一下。 因学习插秧体会到莉莉姐辛苦,现在的她都会把米饭吃光,因此胖了5公斤,是她人生最胖的时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